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只 那同样的呢 这一次50抽 那50抽呢 看能不能中 其中一只 中到其中一只我就听啦 只要是这两个角色都是T1 不管是中哪一只都好啦 神奇我比较想要 不是啦 左躍我比较想要 因为他黑发 黑发很漂亮 然后又穿人装 然后第一个十抽很明显是暴死了 这一个好像是 侦探 呵呵 穿侦探服的感觉 哦 有新的角色 大导 2以奈 那第一个十抽暴死啦 接下来就是 第二个十抽 这次目标是左躍 不是左躍啊 两个都是目标 主要是我比较想要左躍 因为左躍的黑发很配忍者 但是前面那个黄法的神奇也是很好看耶 这次设计的很不错耶 我很喜欢 呵呵 重点是 这两个角色都是T1啦 不只是好看 而且还好用 呵呵 好用听起来有点奇怪 呵呵 好看又很强 呵呵 第二个十抽也是暴死的 第三个十抽 这次只有五十抽的机会 看能不能中其中一只啊 没有的话呢 不知道 看下一步有没有啦 呵呵 如果中其他其中一只的话呢 就 应该是不会继续的 如果是没有中的话呢 五十抽没有中 可能还会有下一步啊 主要是 因为它提关 而且我很想要耶 呵呵 第三个十抽还是boss的 酷啊 呵呵 不是吧 金色没有转材吗 转材没有 啊 好难受 三个S 第四个十抽 哦 有了 有了 有柴了 终于有柴了 前面铺垫吗 呵呵 终于来了 两个柴 一个柴 两个柴 两个柴 哇 只有一个柴 但是 但是说不定耶 因为不一定是 这一池的角色 如果不是这一池 我会继续抽啊 是 谁 哦 是卓越 赞啦 呵呵 这个很好看 诶 话说 我一开始 预计它是黑色的头发耶 结果它是 深紫色耶 深紫色耶 是不错 我挺喜欢紫色 呵呵 我一开始 看它的时候 我还预计是黑发 没有认真看 结果是 深紫色的 呵呵 赞啦 这一次 中了我想要的卓越 神奇 就算了吧 反正也剩下十抽了 我觉得应该也是 不会抽到的 呵呵 单调很难啊 好啦 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 记得点赞订阅跟分享 我对我是B站的话 点个三连 关注我 如果你是FB的话呢 拜托帮我的专业 点一个赞啦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 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